我觉得小时候让我记忆最深刻的 男朋友的哥哥是我爸爸 深井烧鹅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Rice姚琛 我觉得自己老了以后就是 吃个潇洒的老人就会走世界 然后各种旅游吧我觉得 就是说不干这行吗 那我觉得是跳舞跳不动的的时候吧 跳舞跳不动了就实在是只能这样的 不然的话我会一直干这行 80岁的场景 我走在大街上牵了一条大狼狗 然后戴了一个墨镜一个背雷帽 穿了一个风衣 然后正向我的跑车走去 小学住过三四年吧我觉得 就让我感到幸福的就是能拿到额外的零花钱 对就是去爷爷奶奶那边他会 先问你有没有零花钱 我都会说有 我都会说有够够够够 但感觉他们都能够 有双慧眼的识破我的 就会往我兜里塞 然后就哎呀没办法没办法就收住 我觉得爷爷奶奶的爱情故事 他们就是平平淡淡的 就是其实他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很美好 就比如说他们之间的吵架 我都觉得是一种美好的 就包括现在回去 他们可能有时候会互相互怼一下 但是作为旁观者的我就会感觉到他们 是真的是日子过了很久了 然后这种互怼反而会让他们的感情更好 乖皮娃就是又乖又皮的那种 是这样子的 我小时候其实是小事犯了很多 但从来没犯过什么大事 妈健打啊 我妈给我买的牛奶 纯牛奶 我小时候不喝 每天都拿着牛奶去学校给同学喝了 或者就是走到楼下就给他丢了 我妈现在肯定会跑 应该是那个 鸭奖牛肉 五毛钱一挂 买那个买的最多 就想挂个两块钱出来 再去买两包辣条的那种 吃方便面 其实小时候吃方便面我很想吃 小时候很喜欢吃方便面 但我爸就不让 就他买了之后你知道吗 他放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我够不到的地方 他就当奖励 他可以奖努力给我 但平时就不让我吃 我觉得小时候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进步奖 那个奖状呢 为什么记忆最深刻 是因为我当时有转转学去一个技术学校 刚去的第一个学期 我又我哭着喊着闹着要回家撞墙 啊我不想在一个学校 但后面下一个学期我好了 好了之后学校给我砍发了一个进步奖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没上一年级的时候应该在看仙剑旗下转 所以我应该是想去当我想当现实生的唐玉小宝 就现在吧 大家穿破洞裤去爷爷奶奶那边可能都会被唠叨 哎呀我要给你缝上 我要给你缝上 大家都会懂 这个肯定都会懂 其实我不怎么看那不怎么看那个Vlog的我主 我都是我要去拍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然后直接去搜那个主题 然后去看别人拍的就行了 类型的话 看的比较多的是生活类的吧 因为我其实是想把大家的生活分享给大家 我就选A肯定选A啊跟着我过一天 也就是你有可能会看到 看着Hakuna过一天 懂了吧 懂了吧 我觉得我会选择 学习韩语经验分享吧 因为我觉得 学这一段的过程 我很有故事 我可以分享给大家 嗯 我觉得学做菜吧 因为我好像好像还没有拍过这个主题 一起学做菜 就是大家一起去挑战一个新的菜品 嗯 和某个人一起打游戏 化妆是真的不想化 就是化了你还得泄 打游戏的话 输了就输了 或者赢了就赢了 对 躺着吃播 可以吧 我的名字叫林可 朋友比我的名字还难听 嗯 对我这样会不会得得罪 电视机前的那个林可呀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对不起 要么吃要么喝 不然的话还是算了吧 男朋友哥哥爸爸 男朋友的哥哥是我爸爸 不要乱了呀这个逻辑 哈哈哈哈 我哥哥的爸爸 我爸爸的 我哥哥的爸爸 我哥哥的爸爸名字叫做男朋友 今天出门遇见了 刘野 刘野 但是 他不是 他是谁呢 他是翟肖文 他说你不能叫我刘野 他说不行 好神啊这个队 我在讲什么 没有逻辑 对就这样吧 会了 有编过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